2000年人类基因组计划被解码后,开启医学界风起云涌的新技能。 华联生技也站在这股浪潮上,名列世界四大高密度基因晶片研发原厂, 并且是亚洲唯一的高密度基因晶片原厂, 被知名频道Discovery誉为亚洲生技的Health Hero, 等荣登美国权威财经杂志Fortune专访,代表台湾生技厂商向世界发声。 坐落于主北生意园区的华联生技, 是台湾唯一具备自主研发基因晶片技术的晶片制造厂, 拥有坚实雄厚的研发能量。 不但协助学者陆续在国际期刊发表数百篇重要文献, 为科研专家研发客制化基因检测, 更具备基因微阵列晶片、 次世代定序、大数据分析等多种高端基因检测技术, 并荣获多项重要生技研发大奖, 与超过50多项多国专利肯定。 研发中心也将持续开发尖端基因晶片新技术, 提升更广泛的应用范围。 华联生技在坚持自主研发, 与提供稳定可靠产品的同时, 将已经获得TUF ISO IEC 17025认证的实验室, 额外增加申请LDT实验室, 也为拥有GMP与ENISO E3485认证的晶片与世纪工厂, 再申请产品IVD认证, 为拓展海外市场做布局。 珍爱生命是华联生技的核心信念。 每一项基因晶片检测技术都以人们的需求为首要考量。 从胎儿出生前后的健康, 到成长后的大众预防医学, 与癌症精准医疗都有多面向的检测应用。 2015年, 华联生技ACGH染色体晶片大量推广应用后, 不断精进。 现今的华联洋水晶片已经可以筛检出500种以上, 因为拷贝数变异CNV所造成的发育迟缓, 智能障碍或器官功能不全等遗传性与先天性疾病。 疾病检出率更是传统核心的4到5倍。 华联洋水晶片也是亚洲唯一, 可以验出胎儿是否有甲型地中海贫血症基因的染色体晶片。 若胎儿带有很细微CNV变异导致的DMD, 求新式肌肉微缩症,也能检测出来。 除了养水晶片外, 对怀孕10周的孕妇也提供NIPT非侵入式胎儿染色体基因检测的抽血检查。 对胎儿进行110项染色体异常筛检, 提早得知胎儿是否有生长迟缓、智能障碍等疾病。 如果发现疑似异常,可进一步做养水基因晶片筛检, 理清CNV变异情形。 华联生器一正进行下世代产品研发, 以全球独创的电控围溜体专利技术来抓取胎儿完整细胞, 预期未来将可用于非侵入式全基因产检。 华联生器于2016年取得经济部科砖计划, 将次世代定序纳入2至6岁的小儿发育迟缓, 智能障碍筛减。 率先整合晶片与WES的双平台检测, 分析CNV染色体拷贝书变异, 与SMVS基因点图变追查病因。 有效的辅助医师判断病同可能罹患的遗传性或先天性疾病, 以进行更精准的治疗。 在过去近20年的大众基因学研究, 已经知道每个人的健康体质随着基因组成各有不同, 应该利用基因资讯, 拟定个人化健康管理策略。 华联SMP健康风险产品, 具有含阔先天与后天风险独家院算模型, 也在QPCR平台上陆续开发出深层静脉血栓、 骨质疏松、肌肤健康等基因检测, 了解自身状况,进行预防与改善。 2019年,引进CTDNA假计划专利技术, 以抽血检测肝癌假计划指数, 并且可以筛检出BCLC零起的肝癌, 灵敏度高达83%, 比传统肝癌检测假型胎儿蛋白指数更精准, 能够帮助离癌者提早发现、提早治疗, 大幅提升存活率, 降低治疗难度与医药成本。 华联生技更与台大医院合作, 运用CTDNA假计划检测技术, 针对做肝癌消融手术的病人进行临床研究。 由前瞻性研究中验证, 假计划指标能够判断肝癌治疗结果, 以及治疗后追踪肝癌是否复发。 华联生技的CTDNA假计划检测技术, 会是肝癌、肝炎病友最精准的监测工具。 华联生技会以名列世界四大基因晶片研发原厂为满足, 将持续自主研发并扩大于国际大厂合作, 其许为预防医学、精准医疗贡献更多心力。